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今天在这儿十分钟 是他的学生第一名的公演电影 然后九十分钟更多 但是也很感谢 然后我想 刚刚看完这九个短片之后 我们对这九种不同的儿童有了更多的了解 那也希望大家把这个给告诉你很多的朋友 然后也希望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多多关注 然后可以拿出你的电影圈 去帮助他们 谢谢 好 谢谢 对 我们看到这边 对 周迅一直在往那边看 真的是有白菜 有孩子 高娃老师来到了我们 高娃老师 高娃老师你坐着在那家聊吧 请坐请坐 还有徐帆 欢迎欢迎 高娃老师你还是请坐下聊吧 请坐请坐 来 我们掌声强烈要求高娃老师坐下 来 我们掌声强烈要求高娃老师坐下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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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我们大家都站起来了 我不能坐 那您要是不坐下 真的待会儿大家都站起来了 坐吧 坐吧 老师您 好 那您先跟大家先说两句 打个招呼 问我 其实 对 请我问 您看您一站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其实我特别想问大家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那个出演公益电影 跟出演别的电影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吗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公益电影 刚才周雪也说这是第一部 对 所以呢 第一部已经有第二部 但这毕竟是一个开创开先河的事 高娃老师你演这个公益电影 跟您演其他电影有什么不一样的 对 其实作为我们做演员的呢 拍什么戏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部戏不同 这部戏呢 会带着一个非常沉默的 非常非常 百分之百 百分之二百的一种情愿的 这种心情 这样吗 心情很沉重 不知道大家现在看完之后又是什么样的心情 肯定跟看一般的电影也不一样 一会儿会给你们一个跟主场交流的机会 那我们请徐帆 帆姐说说吧 我觉得拍这部片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对手不同 对手是最生活化的 他不是在演戏 他在过他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跟他们一起过他们的生活 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觉得在这部片子里应该是挺纯粹的 就是把自己所有会的技能全部摔掉 跟他们一起过程 所以我觉得 我也是在通过拍这部片子 差不多有两三天吧 给我们的一种心灵的洗礼吧 所以帆姐姐有没有好多的好妈妈啊 所以帆姐姐有没有好多的好妈妈啊 这部片子也是这样一位特殊的妈妈 还是带来那么多感动 那我们请珊珊也是说演这样的电影的书会吧 我觉得这个电影应该算是 在拍摄那几天最平静的吧 就是完全没有咋念 你去跟孩子们相处 然后用他们最简单的思维 所以和他们交流 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那几天 这两期都变得挺简单 那小熊呢 这个事情一直在说 那几天充满了什么也好 然后要感谢阿北 让我们能够加入这个团队 让我们生活 我觉得有些多善事需要学习 对 谢谢小熊说得真好 那接下来我们是 听见韩东 有什么样的心情 韩东这次是特别从预渡架来 我们今天是什么时间长的 我觉得是每一个人 应该去付出的一个力量 去帮助这些热视儿童 那拍摄那几天呢 不像是在拍戏 对 跟他多多的是 沟通 跟他多多是关爱 其实都需要是 大家也是对他们 是一个很平常性的 正常人的一个 对他们 是一个 这样的去跟他们 是沟通的 拍摄太行 他比在拍摄的时候 还蛮不像 是 所以这可能颠覆了我们以往 觉得应该对他们的那种态度 对 是 所以我觉得 虽然各位都是零片酬主演 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收获了特别多 拍摄其他收获不到的东西 对 那刚刚我也说 今天还有这样的时间 留给我们今天刚看完 这部电影的观众 你们有什么想跟我们台上的各位主演交流的 哎 这会难得啊 对 刚刚看完电影 那我们的主演又都在场 这边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留给各位 请问哪位有什么想说的 请您 欢迎您热情的举手 勇敢的举手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我觉得主演们肯定也特别想听到你们的心情 请问哪位观众朋友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看到这位好 您请我们这边第一个话筒过来好吗 或者您就大点吃吧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 各位演员 在与这些小朋友在一起拍摄的过程当中 与大家其他的时候 在跟其他一些专业的演员一起表演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区别 每个人都要回答一下 这个问题不太非常广 那让韩庚回答一下 特别让韩庚回答一下 对 对 因为请刚才翻译也说到几个问题 你看很多人也说说 点个好 可以啊 其实 对 对 跟小孩子一起拍戏 刚才我也说了 不像在那一起 对 跟他们去沟通的时候 我觉得是最安静 也是最平静 几乎是没有任何咱们的时候 是跟他去沟通 跟他沟通的同时也是在一起 就像玩他 那一样 就把这个等片给拍了 但是孩子呢 其实他对表演的等等 他都没有一些概念 他就会把你最真诚的东西给你勾出来 所以会把你也带到最本真的那种 对 好 谢谢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礼物 要送给刚才提问的那位先生 谢谢 来 我们这边有一份 我们这边 偏方特别准备的礼物 会送到您的手中 好 那请问还有哪位想要说点什么吧 好 您请 老演戏啊 太厉害了 你这么没有时间 有时候看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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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留下联系帮我们 好 谢谢 好 谢谢 对 我们这边还有 您请 好 我当时看了别人的孩子 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你说他亲妈妈 你说他亲娘俩 没感到你这眼 你在拍摄中 是不是你就觉得 你亲儿子 才会有心意 对啊 我觉得 这个孩子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第一眼 我就觉得他特别爱笑 我就 他一笑 我觉得我整个的 就是 从里到外 就是心和 就是整个都柔软了 我刚才还在跟周旭说 他说做妈妈很好 我说对 做妈妈很好 我说不做妈妈之前 人很疯狂 但是做了妈妈 就很柔软 所以我好在 我也是做了妈妈以后 才演这个 顺利的妈妈 所以能够 让我表现柔软的一面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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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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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都会有礼不送给您的 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吧 请问还有哪位要是最后一个机会了 那请举手的那位 上面那位 谢谢 我想问一下 您老师 看过去真实的是更小才有的 是 请给大姐去 不是在太阳村 我们是在这个街道上 他想过拍出的是真实的 我这个人物的缘情呢 我也认识 十几年前 她是张大姐 她是西安人 然后呢 她本来就是一个警察 后来她立志呢 就要做这些事情 把这个复刑人员的这些孩子 有多少 她就是 接纳多少 都容了她自己的一些 固定的一个 住宋医 然后呢 给她们吃一个团柱 然后让她们成家立业 这些人都做到了 她现在甚至就是说 能够做到什么 这个爹妈呢 就是出狱之后 也想放设法 给她们的安置工作 什么呢 给社会麻烦 我觉得她是个真人真事 那么刚才呢 这个周迅讲呢 就是说 还能够陆续呢 因为她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太让人感动了 我刚才呢 在那边那个场合说 习主席是不是要表彰她呀 真是在表彰她 她做的事情太多 太让人赞美了 所以说呢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 向她学习 你这样一来 对社会呢 是多么的好 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是个真人之事 看起来 我跟周迅的这个缘分呢 还没断 还要继续 跟这张大姐的缘分也没断 所以呢 还要认重到眼 还要继续五天 好的 谢谢 希望如果这部电影更多的朋友 谢谢张大姐 也希望 关注就是力量 大家能够 一起来 因为这样的一个信念吧 使更多的朋友 来关注这部电影 谢谢大家 谢谢也感谢各位的朋友 谢谢大家 跟大家再见了 也感谢你们今天晚上在这边的观看 关注 谢谢你们再见 大早しゃ 张哥再见 哈哈哈哈 干啥了 三哥 三哥再见 哈哈 哎呦 哎呦我太是三哥了 我好想要清楚啊 我好想要清楚啊 白手 白手了 太好了 他半都没有一杯 他都买了 很好 好 非常理想 Servicii 老振